最近羅志祥又有動作了 他動作是什麼呢 他創立一個新政黨 他的政黨叫珍愛台灣 珍愛台灣 對 我覺得你那個政黨名稱是不是取錯了 你應該取 珍愛共產黨或珍愛中國 還是珍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比較適合你吧 對呀 你的那個意識形態 你不是專門都是吸韓粉 韓粉和那個 深懶的票的嗎 對呀 珍愛台灣 你也真好意思取 對呀 我覺得你是不是沒想清楚 因為你的那個 你是覺得你FB有100多萬粉絲 然後TikTok可以有22萬粉絲 你就覺得你創立一個政黨 也許裡面可以吸引 可以整個這些粉絲會灌到你的實體 實體黨員是不是 會變成你的實體黨員是不是 我給你放屁 因為裡面很多都是小粉紅幫你灌水的 對啊 小粉紅幫你灌水的 不是 裡面不是小粉紅 要不然就是那些少部分的深藍伯伯 對啊 深藍和那個 深藍和那個韓粉伯伯 對不對 韓粉大媽和韓粉伯伯 對啊 你覺得你這樣子 你的實體黨員起來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 對啊 我覺得你是不是沒有想清楚啊 還是你真的是覺得政治前途走不下去了 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做個那個讓大家 讓大家嚇到那個掉下巴的一個舉動 呵呵 是這樣子嗎 我是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你覺得自己的政治前途暗淡啊 呵呵 對啊 又被朱立倫討厭你知道 朱立倫他媽的超討厭你的 朱立倫現在要親美 有日 現在他 就是要走親美有日的路線 把你們這些韓粉 之前這些深藍的韓粉 把它全部清除掉 對啊 朱立倫我覺得他現在的打算就是這樣 把你們這些深藍的齁 這些跟深藍掛勾在一起 媽的把你們全部清除掉